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施压全球航空业者更改我名称为中国台湾,或列为中国的一部分。 印度航空一开始虽维持原名,但日前仍在官方批准下将我改为中华台北。 但有印度媒体指出,此次的更名与一中政策没有关系。 根据印度时报报道,有知情人士透露,印行更改台湾名称与一中政策并无关系,出于不否定也不重申这项政策的立场。 印度与中国目前存在住一个印度的领土主权争议, 指的是包含与巴基斯坦有主权争论的喀什米尔、喀什米尔,以及与中国在阿鲁纳查尔邦、Runetal Pradesh,中国称为藏南地区,的边界纠纷。 报道中提到,印度外交部是建议印行能够遵循国际命名原则称呼台湾,最终的决定权还是交给航空公司自己。 而印行改称台湾为中华台北而非中国台湾,应是参考世界银行、亚太经合会、APEC,及奥运等各大运动赛事中,台湾都以中华台北为名参与,即便更名与一中政策无关。 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表示,外交部6月下旬发现此事后已指示我驻印度代表处,向印行表达我政府严正抗议, 并要求恢复台湾、台湾、称呼。